春日暖阳下 百花静香绽放 同时亚洲象等野生动物也变得更加活跃 在云南普尔市江城县 有一群野生亚洲象监测员 他们常年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 追寻亚洲象的踪迹 监测其活动路径 4月中旬 监测员们又记录到了 三组野生亚洲象的活动影像 曙光出现 晨曦温柔的洒向大地 三十多头野生亚洲象 拖家带口 漫步田间 从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到 有多头小象和亚成年象 其中还有一两头尚未摆着的右象 他们身披一层绒毛 或依偎在母象宽厚的肚子底下 或紧跟母象不时地找奶喝 尤其引人注目 再看另一组画面 眼前的这头成年公象 在耳朵前侧靠近头部两侧的 镊骨位置的耳前线异常活跃 源源不断地分泌出一种粘稠 且具有强烈气味的液体 顺着弓象耳根处的皮肤褶皱流淌下来 形成一道道明显的泪痕 这些泪痕说明这头弓象 已经到了发情期 它现在正在求偶 不断地和母象搭讪 时间逐渐来到午后 此刻的象群 在浓密树荫的庇护下 纳凉休气 象宝宝们在母象温暖的怀抱中 慵懒地蜷缩着进入了梦乡 他们偶尔轻轻出动的小鼻子 宛如在梦中泥喃 那份憨态可居的睡姿 令人忍俊不尽 当阳光带来的灼热难以抵挡时 这些聪明的小家伙 会自发地寻觅到附近的河流 潺潺小溪或是池塘 尽情浸泡在清凉的水中 打着水仗与同伴嬉戏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野向监测员 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看到这些有趣温馨的画面 然而他们要做的 不仅是记录象群踪迹 更多的是保护象群 确保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几天 记者就来到了江城 哈尼族遗族自治县康平镇 曼克老村 跟随野向监测员刁发星 展开了一场追向之旅 康平镇曼老江河谷区域 原始森林密布 地势相对平坦 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 为亚洲象提供了 理想的气息环境 2014年 有18头野生亚洲象 从西双版纳迁徙至此 在曼老江河谷地带的 大树角 曼老街 曼克老村等地活动 并定居下来 随后又有新的小伙伴串门 最多时有54头 然而 随着人像活动空间重叠加剧 象群破坏民居农田 偶发伤人事件的现象频线 严重困扰着当地百姓的生活 为了有效缓解人像矛盾 2016年 江城县组建了野生亚洲象 监测预警队伍 雕发星就是第一批野相监测员 雕发星说 刚开始监测全靠人工 通过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脚印 粪便和尿液等 分析判断野生亚洲象数量及活动范围 每天起早贪黑 翻山越岭 不仅辛苦 有时候还会遇到危险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就是我带着我的一个警车员 我们警车员队伍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跟一头 这个脾气特别暴的一头 就是活动的一头 更像 然后我们那天 我开着我的车去 刚好我车停下来 要准备用无人机飞一下 突然我的火棒 他在我的副架上 然后他下来 突然一看到那个大象 冲着我们俩追过来 然后大象冲出来 把我的车点到一边 然后追着我们俩就过来 然后跑啊 反正就拼命地逃跑 那个时候 好长的一段距离 然后我回过头看 我的那个队影没跟着我 大象也没追着我过来 当时是走迹了 我的队影找不到 后面我看到他的头像 一直往前面走了 我去找我的队影 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的汤坐在那个地上 话都说不出来 当时差点就被大象 追到了他 相当危险 后面我们那个监测影 最后他也辞职了 那个没干了 为了让监测工作 更加安全便捷 2021年 江城县十位野相监测员 人手一台 均配备了无人机 其中还包括五台 具备红外功能的设备 确认相群位置后 交发星将大象活动位置的文字说明 赋予照片下方 迅速上传至亚洲象预警平台 并同步分享给周边存在 有时候还要告知周边队员 哪些路段要临时封路 对他而言 这样的预警信息发布 有时一天需发布一至两条 与象群活动频繁时 信息更新的频次也更多 除了监测员的身份 调发星还身兼农户受损庄稼的 理赔协刊员制止 每当大象造访村舍农田 他都需要在现场 勘察记录损失情况 及时上报理赔公司 确保农户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 而当记者谈及职业初心 调发星坦言 起初一时起义 是源于对大象的好奇 来参加这个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份好奇心 但后面发现这个亚洲相 他脾气很高 他有这种根基性 我们老百姓 在生产劳作的时候 会和大象发生人相冲突 你看这几年过来 老百姓每天 都要看到我们信息 才能出去劳作 就已经很依赖你们的 对啊 很依赖 我们身上是一种责任 感觉是 全定定的责任 你每天 你看那么多老百姓 等着你 你觉得这份工作 我们还要得继续继续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 特别是像在路上 或者在这个村子附近 我们就要24小时 在调发星心中 人相和谐的理想状态 便是双方能在同一片土地上 相处而互不打扰 他们这些监测员也期盼着 人相平安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 让这份坚守与付出 化为江城大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现实 这几年我们政府 这个采取了大量的保护工作 也起到了一定的成效 做了食物营基地啊 这个也就做 然后我们就生态又好的 所以这个吃好了 它肯定就 这个虽然发展了一块 这个保护工作做的 还是有了一定的成效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